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们今天来上几个 我很少做这样的单元 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单元 我还蛮觉得很值得 因为我们家讲很多生活上的家庭必备的 那我很遗憾如果说您不知道台语什么是 难道跟鸡有关吗 广东话的鸡 其实广东话的鸡跟台语的鸡很像 台语叫鸡 广东话叫鸡 都有那个鸡的发音 然后跟普通话的鸡就差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不知道 有的时候会觉得广东话跟美男语 重叠性是有一点的 说实在 好anyway 回来这里 什么是鸡西桃 就是一些工具 家里面该有的一些工具设备器具之类的 我们叫它鸡西桃 那这边已经给你看了一整个清单 总共有15样 第一样就是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八成就是这个东西 flathead screwdriver screwdriver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词 screw就是螺丝 那你把螺丝给钻进去锁进去 就是你drive它进去墙壁或者机器里之类的 所以you're driving your screw into something 然后你把螺丝给锁进去 所以锁螺丝的东西叫做screw driver 那我们中文都知道有一字起跟十字起 对不对 第一个这个flathead应该很好猜 flat是平的的意思 所以平头起子一字起就叫做flathead screwdriver 要是你还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这边图片给你看 这应该非常清楚了吧 flathead screwdriver 所以要是你只跟人家说可以给我一个screw driver的话 人家可能会问说哪一种 你可能就不知道 那你现在就知道了 平头叫做flathead 那十字呢 所以十字起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下一个 那它还可以被叫做phillips screwdriver phillips不是那一个很有名的电器品牌叫phillips 我就是同一个字 OK 所以这个phillips screwdriver就是我们的第二样 就叫做十字起这样子 那这个十字起 它的名字就来自于反正有一个叫henry frank phillips 然后他的生于什么时候死于什么时候 他是一个来自波兰的美国人啊什么干嘛的 然后他就创造了这个东西 OK那你如果说不想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 你也可以还可以叫他crosshead 因为他的确是一个有一个交叉的一个十字嘛 所以用cross丢在里面也是对的 所以crosshead screwdriver这样子 OK 好所以你叫phillips也可以 你讲到crosshead screwdriver也是可以的 那再讲一个字 就是我们既然讲到这个形状这个cross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cross 就是那个我们在打把之后的那一个 瞄准一个把的那个 那个枪上面的那个狙击枪的那个望远镜上面的那一个 那个准心有没有这样子 那个叫做crosshares 所以加个crosshair加个复数 为什么因为是两条头发 所以虽然说hair是不可数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算是一根两根的头发那的确是可以数的 所以枕头的头发就是hair 那两根头发三根头发四根头发 都变成是可以加s的 所以这个十字准心呢就crosshair 甚至要加s的没有错 OK 所以多加一个字 好然后下一个我们看到的叫做tape measure tape呢 胶带也可以叫tape 只好说是胶带什么东西 例如说风箱子的风箱胶 或者就是贴任何东西的 贴在皮肤上的甚至都有 那个就叫做tape这样子 粘贴东西的这样 那measure是测量 所以其实这个字也不是很难理解 它的这个该长的样子 这个就叫做tape measure 我们中文叫它卷尺 那总之是来量长度的 那它里面呢就真的是一个tape 那我也很想讲说 我们一般有时候理解tape 可以是那种以前听的那个录音带 cassette tape 或者以前的录音带 就videotape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录制东西 我们都可以叫做videotaping OK videotaping something 那可是随着时代的淘汰 这个tape这个字慢慢已经消失 就是在我们每天的词汇中了 但总之tape measure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卷尺 好 那level这个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不见得知道 level可能大家理解就是 例如说关卡啦层级啦之类的 但是level这个字也有 像我们有个词叫做level the playing field 这算是一个很常见到的动词片语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这个playing field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字 也就是呢 我们在一起玩耍的这个场域 OK playground 你知道 那我们讲的 不要把它想成playground 想成是一个field 这么大 所以我跟你在一个field上面玩 但是如果说你那边的地比我高 我这边比你低挖一点或之类的 那可能在游戏中你就会有比较优势啊或之类的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在一个同场竞技的状态下的话 好像应该我们要能够就是有一个公平的起跑点之类的 对吧 所以我们就会在政治的领域上听到这个level the playing field 这样的一个词汇 所以这里这个level呢是动词 OK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playing field把它弄成平整 你跟我是等高的 所以这个level呢 其实也就的确有把它弄成等高的平的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OK 所以你level一个ground 就是把那个ground弄平整 简单的说大概就这样 好 所以这个level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萤幕 这个好像就叫做水平尺 OK 我以前在工作场合上还真看过这玩意儿 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你要测量水平的那个东西上 因为它是它这个形状还真的可以是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它里面有一个这个就是 反正能够透过看这个小小里面那个水珠子还是什么东西 就可以看到你现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水平这样抓一个东西的水平 好 我解释到这里 水平尺level 所以这个字的名词就这么简单 就是level而已 OK 好 所以level没问题 那level the playing field 这个片要把它记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这是一个政治上会用到的词汇 因为很多政治人物的诉求就是 相信我 投票投给我 因为我会让大家都能够就是我能够造成就比如说什么什么像如果说我是一个替劳工争取诉求 好争取劳工诉求的一个政治人物好了 我是什么时代力量 这些的 那我不是站在财阀这边的 我是站在人民这边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等的享受什么东西 平等的接受教育 平等的得到工作机会 所以我就会跟着大家说我的工作就是要来level the playing field 这样听懂了 OK 废话了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做得到我的意思 但总之我们是应该往那个方向努力就是了 所以这算是一个political science 或者political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ideal 不见得容易打得到的 下一个叫做utility knife knife这个字你大概知道就刀嘛对不对 那utility呢 有时候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叫付水费付电费付瓦斯费什么之类的 有的时候在外国的一些住宅里面 他可能会全部在一张账单上或之类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需要每个月付utilities 什么意思就是付水电费那些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它这样子直接叫它utilities 这样子OK 所以utility就utilize这个字就是动词 那总之它的意思就是使用或之类的这样 那utility knife怎么翻 使用刀不好翻 我们好像多半就把它翻成那种多功能的小刀之类的 OK所以长的是这个样子 OKutility knife 那你可能会想说 这其中几把看起来不就他妈的美工刀吗 好像也是 那美工刀呢 你也可以叫它 我觉得它的翻译并没有美工这个字在里面说实在 它最简单最单纯的使用用途 大概就是去帮你拆箱子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刀子呢我们有时候要叫它 又叫它box cutter 这就有看到box cutter 它就是来帮你拆箱子用的 所以我也Google一下box cutter这个词 box cutter的确就出现了这个 就真的是美工刀了这样 所以你干脆就把box cutter的基层美工刀 或者utility knife的基层美工刀也是OK的这样子 那你可能会想说 如果你跟我年纪一样 比较年长一点的话 你可能想有一种刀 长得像美工刀 但又不是美工刀 因为我想到马盖仙 马盖仙以前就是拿那个什么瑞士小刀 有没有 也是多功能有没有 里面连指甲刀都有 错刀都有 那我们叫那个东西swiss army knife 所以他真的是瑞士军用的那一种小刀 或什么的 所以他真的他就叫 我们叫他swiss army knife 多打一下给你看 我就不够够图片 好 所以他的确是来自瑞士的 所以前面会加个swiss这个字 cool 下一个字叫做claw hammer 那或许hammer这个字大家都熟悉 就锤子这样狼头 那前面加个claw干什么 claw是爪子 难道爪子跟狼头可以合在一起吗 这个东西平凡到不能再平凡 真的就是我们大概一般理解的狼头 我点给你看 你看这不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狼头吗 那叫他hammer就好了 加个claw干嘛 可是他真的有啊 你看他的后半部不就是有一个 像是一个爪子一样的东西 爪子 所以可以去勾东西或什么干嘛的 所以他叫做claw hammer 的确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 so these hammers all feature a round head for driving nails 所以虽然说这些hammer 他都有一个圆形的头 能够来敲钉子 所以敲钉子的drive nail 我们刚刚讲到螺丝 螺丝叫screw 钉子叫做nail 所以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概念到一个地步 连螺丝跟钉子都不清楚分别是什么的话 我也稍微跟你说一下 老师多体贴 螺丝是有螺纹的 所以他是有螺旋的那一个纹路 所以你要用转的才能把螺丝转进一个东西里面去 而钉子呢是没有轮物的 没有螺纹的 没有纹路的这样子 所以钉子就是一根铁条 然后前面是一个尖尖的端 然后你就说 这样子敲下去 所以这个叫做钉子 所以钉子叫nail 指甲也叫nail 顺便再说一下 OK 那螺丝叫做screw 好 你回来这里 所以这个狼头是来敲nail的 敲钉子的 好所以虽然说这些hammer 都有一个圆的头来敲钉子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段 就是爪子段 这个claw end 他也非常的有用 is every bit as useful 也是非常有用 可以干嘛呢 可以来pry 可以来split wood 可以tear drywall and other small demolition tasks 好我们这里解释一下 这几个字在干什么 pry这个字就是去 你把一个东西硬扳开来 所以假设今天有一个东西卡住了 一扇门打不开 你用这个狼头后面 那个尖尖的那一端卡进去 然后硬把它扳开这样 这个就叫做pry 所以pry这个字用在 不是这一种建筑或者是 机械的操作上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我们说你是 你就是去刻意的去入侵 去看人家的人生生活之类的 就像一些狗仔队 狗仔队就是硬要去看那些明星的 怎么party 或者是投牌他们之类的 所以这个pry就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去探人家的隐私或干嘛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可能说我也不是故意想要 就是问你太多私人问题了 可是我还蛮好奇您是做哪一行的 所以你可能前面铺一下这个部分 抱歉我也不是就是 I'm not trying to be nosy 但是我还蛮好奇的 你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么厉害 你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我可能会这样问 前面可以铺一个这一种 I don't mean to pry 我不是有意要打探这个东西 I don't mean to pry 所以pry就是再强调一下 把东西给撬开之类的 可能可以程度上跟斧头有类似一样的功能 然后你也可以甚至把drywall给它拆掉 什么是drywall wall是墙壁 加个dry在前面干什么 drywall其实一般就是那一种隔板墙 就是不是石墙 不是水泥的墙 所以我们说这里有一个partitionwall 把它分开把一个空间分成两半 但是它的墙就是木头做的而已 很薄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称那个叫drywall 如果不太确定drywall它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个人认为只是木头的甲板 但反正它一般来说 就不是很坚固的墙壁就是了 所以它是榔头就能够拆得掉的 所以我的重点是这样子 或者其他任何需要破坏的这种任务 所以这个榔头的另外那一端 都是可以达成目的的这样子 好酷喔 所以这种传统的我们理解的榔头 我们其实可以叫它claw hammer 好知道了 下一个plyr也是真的很长 生活中一定看得到的东西plyr 你注意到加了s 所以它不是好几把 而是就像剪刀一样 因为剪刀你也知道是scissors 对不对 scissors的话是一定要加负数 因为剪刀的刀片是两片 所以这里的plyr也是两个 跟剪刀一样的 所以它叫做钳子 现在你就知道了 钳子叫做plyr plyr 然后下一个我这里还特别打了一下 因为我刚刚在现在预习的时候 我一直想不起来板手这个名词 多逊啊你看 所以我特别打了一下 因为我怕一边录的时候 一边想不起来板手 多靠北啊 所以板手就直接剧透给你看了 你叫它wrench也可以 你也可以叫它crescent spanner crescent spanner 所以长得就这样子 那似乎 crescent这个字是半月 新月半月月亮的那个月 所以这个东西仿佛是有个半月的形状吧 这个东西叫做板手 ok 板手 下一个这个字呢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对来说比较不熟悉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前面说 有不同的螺丝 一字起 十字起字 那还有一种螺丝起子是六角形的 有印象吧 那六角形的呢 就是用这一种来去开这样子 那我们就叫它hex key 或者叫allen key 为什么用key这个字呢 因为它通常是这样子一组的 ok 所以仿佛像是一组钥匙一般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叫key 对不起 还是因为它的大小长得跟钥匙差不多 所以总之呢我们叫它hex key 或者allen key ok 好 然后下一个字呢 这讲的这个叫power drill 其实后面就相对简单一点的我觉得 power drill power是力量没问题 所以drill其实是挖凿东西或之类的 所以power drill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电钻 ok 因为它的功能是来drill 你可能会想说你刚刚讲说 酸螺丝锁螺丝叫做drive对不对 那它为什么不叫power driver 你这样问我这样我也答不出来说实在的 ok 那总之它呢叫做drill power drill ok 好那下一个字叫做这个不是putty 这个叫putty putty knife putty knife putty knife 那什么是putty knife putty这个字本身是这玩意儿 補土 ok 補土 那 要你補土的话就要拿一个像是这种 一个小工具来去挖它弄平它 然后把它刮上去这些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putty knife 你看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ok putty knife 或者它就它就叫scraper 因为它的你看它呱呱在那边弄上 那这个动作就是scrape ok 在那边涂抹之类的这样scrape 这样子 好所以 这个还可以 那下一个字叫torch或flashlight 那我们其实是不是上礼拜就讲过一个 就是英国跟美国的用词不同 美国叫flashlight 英国叫torch 那torch呢 如果把torch再搬回美国的话 它叫做火把 ok 所以torch跟flashlight 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好那没问题 这几个就很简单了 说实在的 好没高潮 到后来越来越简单 ladders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就楼梯吧 对不对 那你可以换一个字叫stepladder 所以它好像是一阶一阶的 steps 所以stepladder也不错 那当然我们也常说 它跟stair是不一样的 staircase stairwell 那这个stair是建筑物里面的楼层间的 那个叫stair 那我们讲的刚刚那种搬来搬去的这种梯子 这个叫做ladder 那再多讲一个也算是复习 就是我们说你去出社会啦 进公司工作啦 那你的公司呢 是有一个那种企业的阶梯 可以让你去攀爬 先从科员变成科长 变成部长 什么长这样子 一路爬上去 主任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你在爬一个是corporate ladder 所以这个企业的阶梯 并不是stair 这通常是复书 加个复书好了 所以我们叫它corporate ladder OK 企业阶梯这样 那下一个extension chord 那什么是extension chord 这个后面的chord呢 基本上就是线或之类的 power chord 那不要把他跟这个chord搞错 后面这个chord是音乐里的和弦 像是C大调是什么大调之类 所以 就domiso啦 简单的说 好anyway 所以后面这个是和弦 音乐里面用的 发音都一样 都是chord 就是extension chord 那最后更不要讲 pencil pencil知道是什么吧 这个是extension chord 也给你看一下这样 好 通常我们再多讲一个p字 那这种电脑用的这一种 它因为它是一根的 然后上面很多个插头 我们叫它power bar power bar 多加一个字 好了 今天这个讲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就是介绍一些单子 感觉应该还蛮轻松的 今天没读什么长的句子 但是偶尔也来点轻松的题目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